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影片 道士下山 由于僧多粥少 道观已经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了 于是师父让师兄弟们比武来决定去留 道士和安夏赢了一圈 以为自己会妥妥地留在道观里继续摆是摆 可没想到师父不能不看 师父说你能耐这么大 完全可以自谋生物 和安夏临走时师父交代了他几句 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遇见了千万要走开 下山之后 兜里蹦字没有的和安夏饿得是头晕眼 情急之下抢了崔大夫的和野鸡 两人喂了一只鸡在大街小巷追的是鸡飞狗跳 最后两人因鸡结缘 崔大夫受和安夏为徒 将这个小道士领回了家 来到崔大夫家里 和安夏见到了那位千交百魅塞貂蝉 一只红杏鸭金莲的食鸟鱼针 从此之后 和安夏便成了崔大夫的得力助手 在一次治疗中 和安夏发现崔大夫的确是一位神医 手中那把刀不仅能搁置闯挖鸡 还能拉伤一片 说有这么一天 和安夏跟着师父来到了崔大夫的弟弟家 这位留着大背头阴阳怪气的小娘炮 不仅跟自己的嫂子有一对 而且还对老实八交的哥哥充满了敌意 和安夏跟崔大夫闲聊的时候 得知崔大夫以前也当过导师 当年他那位风华绝代人见人爱的师娘 在上乡的时候 被六根不敬的崔大夫一眼向睹 为了得到这个令自己魂不守舍的女人 崔大夫抛弃新娘脱掉道袍下山沉崔大夫 一次偶然的机会 和安夏发现了师娘和崔大夫弟弟的坚弃 为了得到哥哥的老婆和财产 小娘炮不顾手足之行 下腰把崔大夫给堵死了 崔大夫死了之后 小娘炮顺理成章的接吻了哥哥的女人和财产 看着这个禽兽和师娘毫无廉耻的打情骂俏 和安夏决定替自己的师父讨不用道 当小娘炮和师娘乘船游湖的时候 和安夏替天行道的机会来 他凿沉的游船淹死了这对狗年女 杀了人的和安夏前往寺庙忏悔 遇见了一位大德高僧 在高僧的寻寻善友连打大骂之下 悟性极差的和安夏仍是一脸的蒙圈 入定七日之后 没心没肺的和安夏稀里糊涂的离开了寺庙 由于无处可去 他只好又回到了崔大夫家 整天守着门庭冷落的催气诊所 浑浑噩噩噩的度日 这一天一位会隔空打雾的帅哥赵新川来诊所买药酒 赵新川的功夫让和安夏大开眼界 为了能学到真功夫 和安夏免了赵新川的药酒钱 在跟赵新川的交谈中和安夏得 赵新川马上就要跟他师父彭前五比五了 这谈药酒就是为他师父准备 看来这位徒弟是铁了心的 要把自己的师父胖揍一顿 比武的这天晚上 和安夏偷偷的来到篮球场 见识了一场高手之间的巅峰对决 经过一番入国战 赵新川被老奸巨华的师父从背后偷袭 一命呜呼了 转过天 彭前五的儿子彭妻子来店里抓药 两人臭味向头很快就沆险一气了 决定到附近的寺庙里偷工的香 可让这二位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庙里居然有一个深藏无漏的扫地僧 这位保洁元同志其实也不是外 正是彭前五的师弟成长 为了学到真本事 和安夏决定拜保洁元为师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和一位来庙里求子的小媳妇 探讨了关于生男生女的话题之后 和安夏做了一个人生中重大的决定 献出自己宝贵的第一次 帮助小媳妇尽快怀孕 小媳妇带着美好的憧憬 心满意足的下口圈 小媳妇一走 和安夏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 由于彭前五的父亲在临死前 将武功秘笈传给了成长 这也导致彭前五对师弟怀恨在心 当他得知成长在小庙当保洁元之后 便上门寻衣子时 企图夺武功秘笈 经过一场眼花缭乱的肉搏战 没占着便宜的 彭前五带着一身伤回到家 见识了保洁元的绝世武功 和安夏再次请偷成长收自己围图 这位保洁元给和安夏 灌了一碗心灵鸡汤之后 居然被前来报仇的彭妻子 轻而易举的开枪打成了重伤了 和安夏背着身负重伤的成长到寺庙 找大德高僧求助 高僧说非常的遗憾 我也没法办 还是让他安安进行的里面饭吧 成长在临死前 跟和安夏提起了一个叫渣老板的名 和安夏处理完成长的后事 来到西院找到了一代名人渣老板 通过渣老板的讲述 和安夏得知 保洁元和渣老板当初是在战场上认识的 两人因为同命相连 很快成了好朋友 哥俩是同吃同睡又同辈 一起修炼完绝世武功之后分道扬镳了 真吉署的赵署长 替姨太太过生日的时候 打算请渣老板过去唱喜 但是被渣老板给拒绝了 恼羞成忧的赵署长 厌不下这狗恶气 马上命人追杀渣老板 渣老板身怀绝世武功 千军万马如入无人之境 不仅快如闪电 而且还能夺自然 可把赵署长做得不行 当渣老板得知 诚诚死在了棚前五的手上 就打算替自己的好朋友报仇 为了收拾渣老板 赵署长联合棚前五 把渣老板约在了城外的九里松 双方准备来个新账老账一块算 转过天 当渣老板带着和安夏 刚来到约界的地点 赵署长就命手下开了枪 这种行为显然是很不光彩 不过渣老板 根本没有把赵署长的 这几道破箱放在眼里 接起来是一场威亚大战 大家伙飞来飞举 玩的是不亦乐乎 收拾完赵署长的人 渣老板来到了 棚前五父子俩的车房 接起来是渣老板 和棚前五的巅峰对决 棚前五虽然不含糊 但跟渣老板 显然不在一个段落 眼瞅着棚前五 要被渣老板给干掉 棚妻子端着枪出来 说保洁员是我杀的 有什么事冲我来 本来渣老板要去收拾棚妻子 棚前五一看 就开了枪 影片的最后 渣老板猛的一发鼓 来了一枪条铁划车 把赵树长就冲走了 总的说来 影片还是有一定的寓意的 导演通过小道士的视角 以一种戏谑的方式 展示了人世间的 儿育我诈和世代演讲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劲 人在江湖混 欲事要谨慎 钱要躲鸣枪 后要防门棍子